人活在时间当中 每个瞬间 是你生活的微缩景观 凌晨一点五时 李明朗刚进家门 毛纳两点夜视方便面 我正在寻找 马上要穿的衣服上 刚掉的扣子 显然 郑凯是百年不遇的流星 划破了桃春的爱情夜空 桃春和郑凯第一次缠绵在一起 她是一位出身优越的律师 桃春快被爱情烧成灰了 郑凯太绅士了 她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她每次带我去的地儿呀 都是我当时特别想要去的地儿 在床上吧 我们是不会越雷势半步的 我对她是动了真心的 她会是我苦等了多年 想要嫁的那个男人 悠着点 亲爱的 你认识她才十五天 你连他们家的方崩钥匙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你合适不合适她 你不懂我这种感受 我们是为对方因缘而生的 她太迷人了 我们不到结婚 我是不会和她上床的 你是想伪装成纯情少女吗 我本来就是纯洁的 这消息我怎么不知道呢 这不刚发布吗 你们不明白我的意思 一个女人如果禁欲的话 她是可以重新成为一个 纯洁的女人的 你别太有意思了好吧 这是真的 你把以前所有的经历全部忘记 你是可以脱胎换骨的 这不是很好吗 她走火入魔了 我可不想做什么少女 我是有好吃的赶紧吃 别等发霉了就吃不着了 如果爱情是个秘惯 我和邹亦凡 已是两个贪吃的伙伴 我的房间成了我们俩的爱情首都 成为我们政治 经济 文化 娱乐中心 你还没带我参加过公共集会呢 要邪女友公开亮相吗 我怕你跑了 在另一座寓所里 另一个女人进行着 她的传奇生活 就在毛娜觉着恶心透顶的时候 毛娜的新邻居成为她新的追求者 你好 我叫张天佑 你的新邻居 你好 毛娜 我见过你 著名造型师 很荣幸做你的新邻居啊 同性 同性 屋里坐会儿吧 我刚好有点事 我先走啊 晚上有时间吗 我的宴会乐队晚上在酒吧演出 希望你来捧场 有时间我一定去 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说不好 抱歉啊 毛娜第一次对男人这么客气 关键的原因是 她不能容忍一个面积过大的人喜欢她 这种恶心的东西也到我的信箱里来了 真是服务到家了 这对我简直是莫大的侮辱 肯定有人暗害我 肯定家家都有吧 不可能 就是针对我的 我和你一样 我到音箱店买MTV 结果回来一看是恶心透顶的这个三级片 骗子还在吗 那我卖给你 这简直是性骚扰 祖传秘方 专制各种妇女疾病 月经不调妇女不孕症 太误会了 好像唯恐男人不知道女人有多少这种病一样 反正没落在我们头上 难道每个女人都要得妇科病啊 我没有啊 我检查过 赶紧呸呸呸 说什么来什么的 呸呸呸呸 这个广告太蛊惑人了 让你觉得你在劫难逃 你没事 反正你是少女 现在的广告 铺天盖地的 几乎好像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男人要壮阳 女人要治病 好像男人女人都没别的事可干似的 我要去当厕所 那怎么了 突发失去 而我的事故是 我马上要参加聚会 但我配不上衣扣 我又没别的黑衣服能穿 当天晚上 黎明朗的寓所里多了一口人 马晓东的侄子从外地来这儿过暑假 来 接回来了 接回来 我刚才带她吃了点肯德基 现在有点困了 你今天的笑容有点陌生啊 很慈祥嘛 我刚才给她念故事来着 特喜欢她 我想象不出你当爸爸是什么样子 你不喜欢小孩 你还没脱离儿童妻呢 她还当爹 你说咱们要生一儿子 那得是什么样子 我看行 生仨吧 仨 没跟你开玩笑 说正经的 行啊 咱们也要个孩子吧 你说咱们这么晃腾下去 那老了怎么办啊 咱们结婚吧 你别听风就是雨 你以为养小孩跟养宠物一样 想养就养 不想养的就送人 我没开玩笑 咱们结婚吧 马晓冬 你别太刺激我了 咱们俩才多长时间 这太草率了 现在咱俩是谈恋爱 离结婚还远着呢 你怎么人来疯啊 要是当我爹得多说什么 养孩子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 你去向当了父亲的人打听打听 照顾小孩得需要付出多少代价 人家能生咱们也能生啊 我在家照顾小孩 你出去工作 是啊 我是工作 我得喂奶吧 我得夜以即日地喂奶吧 白天爬起来上班 一工作就是十小时 我真成了女强人了 你又不用喂奶 还在一边看着玩 正常女人该干的事 怎么到你这儿都变成不正常了 人总得结婚生孩子吧 别人是别人 我是我 我哥 冰箱里边还有一汉堡 当黎明朗正为拉扯孩子发愁时 我正在为男友发愁 你不去了 不说好一块去的吗 我实在太累了 没必要这么肥肥拼命吧 今天可是美女如云啊 还有很多名人呢 你替我检阅吧 我很失落 你说好了 带女友公开亮相呢 就要在天安门上我就去 哎 工作还没完呢 你自己去吧 好吗 好吧 饶了你了 哎 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啊 哎你敢 看着吧 拜 辛苦了 这个派对黑白分明 仿佛敌我分明 前来出席的 都是各方面名流 以及准名流 们 这个派对黑白分明 仿佛敌我分明 前来出席的都是各方面名流 安琳 我说啊 我现在最感激的就是逃春的父母 他们生了他 而且又让我遇到了他 我真 真难想象 如果没有逃春的话 我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最感激的是你的父母 我跟你说啊 那天下午 郑凯成了恋爱中的闲女嫂 对 当时我在电梯里 一个人没有 电梯到了第三层的时候 进来一个女人 我眼前突然一亮 这个女人 就像是从我想象中 走出来的一样 可是我们素不相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认识她 正当我绞进脑袋的时候 突然间电梯停电了 这个女人啊 在我身边哇哇乱叫 我趁机一把抓住她的手 我得逞了 这个女人啊 就是我现在的陶春 你还没说来电雨后呢 我已经了如指掌了啊 这就是我们相遇的故事 可能这就是宿命 你说那天我要是没坐电梯呢 太精彩了 她们的故事我都能倒背下来了 我再一次警告自己 千万别像她们 让爱情冲昏了头脑 一笑大方 我去找一下盲娜 一会儿见 少喝点酒 陶春已经得了心快症 即将高兴病了 老家 对不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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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巧了 我也碰见曾经 让我得心快症的男人 我刚才还在想 会会碰的 你说什么 太太没来 晚点了 你玩儿把我去找朋友了 我和伍岳芬的再次遭遇 完全像糟糕的情结局 这种安排太巧合了 安 安玲 找你呢 来 陶春跟你说了吗 什么 郑凯送了她一支玉镯 说是作为相识的纪念 她还挺会陶女人喜欢的 估计不会是假的吧 你还想待吗 我想走吗 我看到五月份了 真的 我靠 怎么了 今天晚上怎么那么邪呀 那个呢 我 我先躲着 一个女人的奇遇是天赐良机 但另一个女人的奇遇 则是霉运当头 我呢 ,她来吧 她的奇遇是天赐婚爱的 有什么事 我认识一个事情 不愿意 你先忘记了 争取吧 还经常出来玩吗 偶尔 过得怎么样 很好 过得很好是个什么样子 和男朋友单独相处 你的衣服很漂亮 很荣幸 那就是 扣子好像不一样 你看出来了 是不是很难看 不难看 不难看 我先走了 内津 第二天早上我从梦中醒来 我觉得重返人间 宝娜从医院出来 觉得她快下地狱了 午饭后是我们的咖啡时间 我太爱郑凯了 准确地说你不爱她 爱她送礼的郁卓 同意地请举手 我从来都不爱男人的钱 同意地请举手 嫉妒 女人最爱嫉妒 女人都是同行 你是被他们俩叫做坏了 他们俩太不为人实表了 郁卓呀是证明他爱我的信号 万一这信号有误呢 除非我脑子出问题了 我智商正常 我们俩呀 太合适了 什么叫合适 一男一女恰巧都发情 要正好都碰上 不过是心血来潮而已 等不发情了 也不合适了 等再发情了 再都各自寻找机遇 爱不是什么宿命 只是一次次的机遇而已 你难道认为爱情 是随机性的呀 当然是时机问题 你必须有随机应变的心理素质 才能去爱 爱就像光线变化一样 我喜欢蓝色光线 男人都是游牧民族 大处寻找女人 爷爷喜欢电影区生活的 但大多数男人 还没有这种耐心 就好比大多数女人 擅长掉胃口一样 你怎么不参加口水大战了 我没口水了 我就快要死了 你们得有心理准备 如果这个肿瘤是恶性的话 你别那么紧张 没那么严重 很多女的都得这种病 大不了摘了 可是我以后怎么办呀 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们要一个试管婴儿嘛 我也可以帮你生 未见得是恶性的呢 都是信箱里的破广告皱的你 亲们们 我扛得住 兵来将挡 水来吐吞 真的每个人都在命运的掌握当中吗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不可预料的时机组成的吗 如果没有随机应变 几分钟后我们的生命就截然不同了吗 我再次遇见五月份会改变我什么吗 我和他相爱的时机不对吗 或许真如黎明朗所说 时机决定一切吗 ở ası说 让我到达周诸 看你uç开 亲爱的 л 打 你们小点胜闹 我明天还得起早上班呀 快点 你那线呢 抬抬抬 打打打 我的请求你听见了吗 马晓冬 听见了 如果你最好试试一下有小孩以后的氛围 好 我们谈谈要孩子的问题 你先把电视关了 我马上就要闯关了 看我连续 快来啦 这他有人 快点快打 快跳快跳 我跳你 别闹 这边这边 好 我再也不跟你讨论要孩子的事情了 别别别别打了别打了 我永远不跟你讨论了 雪玲玲的事实让林明朗认识到 她绝不能生小孩 那那你说吧 我说 玩完了别忘了把屋子收拾好 把脚洗了 周周别忘了洗脚啊 你这边太死了你呢 她好像对我已经不感兴趣了 只对孩子感兴趣 孩子成了第三者 她怎么连婚还没结呢呀 怎么接啊 我每天还得马不停停去赚钱 她信口死黄的时候要孩子 就跟中邪一样 你们这些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啊 我们俩越来越不像情人关系了 越来越像母子关系 我是母她是儿 凡事还得让我去照顾 就连要孩子都好像在说 妈妈咱们要个孩子了 我太同情你的 我们俩的关系啊 好像突然被孩子给破坏了 都说孩子是维系男女关系的扭带 我好像觉得没有孩子会更牢固 更亲密 你说我是不是心里有问题呢 有孩子不是件轻松的事很麻烦的 你这纸上谈兵等你有了孩子 你就不这么认为了 好吧我一定生一个 你说我是不是该要孩子 我们的年龄已经过了最佳生育期了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你别破坏我的心情啊 我会因为生不了孩子 得忧郁症的 这天晚上 毛娜已经提前破冠破摔 她创造了她爱情史上的一个奇迹 与胖子约会 她准备打折处理自己 我乐队的音乐还不错吧 没仔细听 你的音乐的感受有点迟着呢 我五音不全 我的音乐可是Hat Pop 你这么时髦的人 怎么会不喜欢呢 你的音乐能当衣服穿吗 这话 可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啊 毛娜一句也不想听胖子说 无奈她即将离开人世 只能委屈求全了 她接受了她一身最厌恶的吻 第二天一早 张医生 有那个诊断结果出来了吗 不是恶性的 可以踏实了 晚了一波 没事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毛娜的意思是 她白让胖子轻了一下 来 亲爱的 对不起 我对你的人道主义研究 已经结束了 你怎么了 我 毛娜把昨天的一吻 当着赈灾物资捐献给了这个灾民 第二天 当黎明朗正忙得四脚朝天时 你好 是片部 喂 亲爱的 是我 我正忙着呢 你能早点下班吗 不行 恐怕得加班 别啊 我都已经答应逗逗了 我总不能骗她吧 我我求求你行不行 你就提早办个小事 好吧好吧 我争取 挂了啊 豆豆 别着急啊 快点 你带豆豆去公园不是一样吗 这当然不一样 你这么早体验 咱口之家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对你有意义 让你提前做好当妈妈的心理主人 我不用做准备 豆豆 是爸爸妈妈好 还是叔叔阿姨好啊 都好 当然是叔叔阿姨好嘛 我得给你找个心理医生 看痕病 走 豆豆 林明朗觉着自己像被绑了票 不当妈咪就要倾家荡产 晚上 桃春和郑凯照例上演爱情片 这是真的吗 我真的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吗 我更不敢相信 你 我今天不走了 不可以的 日子还长着呢 又不是没明天了 可是 我总害怕突然间有一天你不见了 不会的 亲爱的 你回去吧 好吗 喂 你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什么问题啊 你真的爱我吗 我真的爱你 桃春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她们说了一千遍了 但她们永远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半夜 林明朗彻底失眠了 陈明末 比宍 担了 没事没事 我送你去上班 你真行 口口声声说要生孩子 照顾孩子 到头来不还得我来照顾 我吓得心惊肉跳 你睡得跟死猪一样 这不好好的吗 没事没事 没出什么大事你就放心吧 什么叫大事 掉到水里也叫大事吗 都像你这样傻吃傻睡就好了 那有了孩子总得有一段时间适应吧 半夜起来擦屎擦尿也是正常的 行了行了行了 我受够了 我没有能力照顾一个孩子 你也没有能力照顾一个孩子 你连自己都照顾不了 冷静冷静冷静 你先镇静一下啊 这不是我镇定的事 照顾孩子是双方共担 你不能让我一个人操心 我也没说让你一个人管啊 刚才的事说明什么 好玩吗 不好玩 你就不能多点耐心吗 我还不耐心 我已经用很大的耐心来维持我们俩的关系了 是吗 你的意思是在成全我 是 没错 话一出口 黎明朗才认识到问题的核心 不是孩子问题 是他们两人的问题 说明白也好 我不明白这怎么回事 好 我说明白 我不适合做母亲 我不适合结婚 不是你不适合 是你自己不想 你说这话太不公平了 算了 算了 我不想再跟你吵架了 我都已经反透了 你以为我想吗 你自己明白 马晓冬 我对你已经人至于尽了 好 那晚 李明朗决定失去他的感情 第二天 他赢得了事业 我和我的那位正直风调雨顺 我承认我像趴在蜜罐上一样 喂 是五月风 我挂的电话就如同将他拦腰截断一样 我挂的电话就如同将他拦腰截断一样 我得把它阻挡在我的新生活之外 把我放下来 又怎么了 快到家了 那你上去吧 我不陪你啊 我还得回去画草图呢 我一个人害怕 要我保佑你 你怕什么怕呢 别怕 回去吧 那我去你那儿 你真诚 好吧 走 我去拿去擦脸油 我去 我去 你等着 你来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我手机没电了 我看见他 你有什么事啊 你没事赶快离开他一会儿就下来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我说不清楚 我说不清楚 走吧 回去吧 我们已经各有各的生活了 艾琳 我无从猜测他想对我说什么 我也不想知道 我只希望他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 喂 艾琳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我没法忘掉你 听到这些我弃勇如山 他说得太晚了 这应当是一年前让我欣然听到的 刹那间 我才明白什么叫此情可待臣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一切都事过境迁 我现在像是时间河流上盲目漂流的古舟 回去的航路断了 而彼岸还很遥远 请记得订阅频道 请记得在影片下方 帮我们留言 按赞 分享 ショ馆 у м L